1991年4月21日,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《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》颁奖典礼正在如期举行。 当颁奖嘉宾王晶揭晓,获得最佳电影的是《阿飞正传》时,坐在台下的王家卫恍如隔世,他吻了自己的妻子陈以静然后快步上台,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感谢邓光荣先生。 莫敬王之所以要首先感谢邓光荣,是因为他把尹之杰公司的野心之作搞砸了,拿着4000万港币拍出的《阿飞正传》上映后却只收回900万港币的票房,如此离谱的亏本,直接把老板邓光荣弃进医院,而尹之杰公司也因此元气大伤,最终关门大吉。 相比王家卫在颁奖台上的风光无限,邓光荣却在医院的病床上失魂落魄,他怎么也想不通,为什么这部被称为天才的作品,在票房上却输得一塌糊涂。 同样是1991年,比邓光荣更郁闷的,还有刚刚凭借《英雄本色》系列和《蝶血双雄》,晋升暴力美学大师的吴宇森,手握3000万制作费的吴宇森,也在前一年拍了部,让自己和金公主窥到泪崩的电影。 相比阿飞正传在金像奖上的大放异彩,吴宇森却只收获了一个最佳剪辑奖,更让他感到讽刺的是,电影剪辑工作还是自己的老友徐克帮忙完成。 这位刚刚摆脱过气导演称号,想要在港片市场大干一番的《枪战大师》,此时再次陷入了人生低谷,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,为什么这部自己最满意和最终意的作品,也在票房上输得一塌糊涂。 而这部让吴宇森终身包汉的电影,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《谍血街头》,1990年对于吴宇森来说是悲喜交加的一年,告别了自己的老友徐克。 野心勃勃的吴宇森,开始了在小萤幕市场的创作之路,在幕后金主金公主的支持下,吴宇森创办了属于自己的电影公司,并准备用一部完全无视风格的大制作电影,与徐克的电影工作室分庭抗礼。 正如江湖人的较量要靠刀剑和枪,而吴宇森与徐克的角力就是一部震朔影谈的电影。 为了打响创业路上的头一炮,吴宇森借鉴了恩师张彻,当年根据清朝四大奇案改编的电影《赤马》,并将自己儿时的成长经历写进剧本。 不仅如此,吴宇森更是把视野地从香港延伸到越南,并加入越战元素,希望通过此举拉大电影的国际格局,金公主看出了吴宇森的勃勃野心,豪制三千万港币来支持她的梦想。 这样的手笔也让叠血接头,成为1990年最烧钱的一部电影。 本以为手握巨资的吴宇森会继续启用英雄本色老班底,但他写完剧本后,想到的第一个人却不是老搭档发歌,而是被王家卫评价眼镜会演戏的梁朝伟,刚刚拍完《阿非正传》的韦仔,此时正因为王家卫的恩迹和山戏陷入到对自己演技的巨大怀疑中。 不善言辞的韦仔回到家中对刘嘉玲哭诉道,王家卫好像不大喜欢我,但在吴宇森眼里,韦仔却是一位具备国际特质和巨大潜力的好演员。 在这部电影中,韦仔饰演的是三兄弟中的阿碧,他在戏中能收能放动进事宜的表演,把人在极端情境下的心理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,让我们再一次重温下韦仔的演技炸裂时刻。 虽然吴宇森对韦仔的发挥非常满意,但梁朝伟自己却不这么认为。 在梁朝伟《星河路上不了情》一文中,曾这样说道,当年韦仔在看完电影首映视后,回到家中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三天,原因是他觉得自己在这部戏中表演太过用力,导致演技上出现很多失误。 或许正是因为对自己演技的较真,才让他日后拿到五次金像影帝和三次金马影帝,在当年巨星闪耀白隔蒸馏的黄金年代,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浓墨一笔。 1990年的香港演艺圈传着这样一句话,不要低估梁朝伟的歌声,更不要低估张学友的演技。 吴宇森的这部野心之作,讲述的是三个从平民区长大的好友,因为误杀被迫逃到越南从事走私活动,最后因为一箱金子导致兄弟反目, 自相残杀的故事,而这种讲述小人物之间,人情冷暖和市井气息的题材,吴宇森想到的唯一人选就是歌声张学友。 1989年凭望角卡门拿到金像最佳男配的张学友,正打算在小荧幕市场开疆阔土,为了提升自己的演技,他对所有的角色都来之不惧, 而正是乌影一角让吴宇森看到他的天赋和无限可能,于是在这部剧中让他饰演了那个,为了兄弟赴汤蹈火,最后却被兄弟背叛暴头的阿辉, 而张学友也没有辜负吴宇森的信任,将无视风格中那份始终未变的兄弟情谊,演绎得让人心疼和动容。 甚至小编个人觉得,这才是张学友从影生涯的巅峰演技,但让人遗憾的是,这样一次演技炸裂的表现, 却只让他拿到了金像奖影帝的提名,最终败给了阿非正传中的续载张国荣,要知道这是张学友一生中离影帝最近的一次, 但这并没有影响张学友对于演戏的热爱,深耕影坛三十载,张学友给我们塑造了无数个经典的形象, 黄飞鸿中的包雅苏,超级学校霸王中的扫把头,东城西旧里的红七公,这一个个的角色见证了一个无冕之王的诞生, 更是让所有喜欢港片的演迷,铭记了华语乐坛有一个演技派叫张学友, 他的这份洒脱和执着,正如他在电影中的台词一样, 再来说一下影片中饰演戏荣的李子雄,或许很多人认识他, 都是源于英雄本色中的阿诚,这位上世纪香港影坛反派人物的翘楚, 比起后来的常威邹兆龙更多了一份阴狠奸诈,据说当年看过英雄本色后, 香港影迷对于小马哥有多爱,就对大哥成有多恨, 在这部电影中,李子雄饰演的戏荣袁华试过, 为了出人头地不择手段,在金钱和权势的诱惑下, 可以随时抛弃兄弟和友情,甚至是自己的命, 在离开香港前,戏荣曾说过不想永远做一个扫大街的儿子, 他发誓总有一天要开着奔驰回来,于是在越南面对兄弟和金子时, 他生死历劫地这样说道, 他的贪婪导致了他对兄弟的背叛, 一颗射入兄弟头颅的子弹,最终让他自己跌血街头, 1990年这部承载了吴宇森野心的电影正式上映, 但让吴宇森和金公主意外的是, 这部耗费3000万港币的大制作电影, 却只收获了850万票房, 甚至被当年的影迷评价太悲伤看不到希望, 这让初次创业的吴宇森感到一场失落, 甚至一度想要放弃强占片的题材, 为了弥补亏孔, 吴宇森联合好友发哥和张国荣, 在两个月内又拍了布纵横四海, 并以3339万港币的成绩, 拿到了当年票房排行榜的第四名, 这才让自己度过这生命中的又一个低谷, 还记得影片中有这样一句对白, 或许我们欣赏阿碧和阿辉的重情重义, 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更想细融, 影片中细融的父亲告诉他有钱就高贵, 没钱就下贱, 正如我们小时候被太多的人告解要光宗耀祖一般, 于是我们努力学习拼命赚钱, 在出人头地和金钱名利面前渐渐迷失了自己, 写到这里, 小编忽然觉得吴宇森的电影真狠, 他在你心头塞了一根细针, 当时没感觉, 时隔多年才意识到那是真的疼, 或许正因如此, 1990年的影迷并没有被这部影片打动, 而30年后, 这部电影却成为所有人心中的港片良心, 2017年的《平遥影展》上, 贾张科邀请吴宇森在开幕时发言, 这位71岁的老人哽咽地说道, 我拍了一辈子电影, 现在过气了, 年轻人都不认识我, 小贾还能记得我, 我很感动, 是啊, 这位曾叱咤影谈, 受惠于当年港片的黄金时代, 也曾被时代裹挟的枪战片大师, 如今却又要被新的时代所抛弃, 他就像一个港片的守木人, 老太尽显却又深情款款, 在古代侠使的行侠仗义精神快要荡然无存时, 用一部部电影教会我们如何独自面对, 这世间所有的邪恶和背弃, 至于所谓的票房和口碑, 我想这对于所有受港片补育的老影迷来说, 大敌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吧,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, 喜欢点个订阅吧, 我们下期见!